上轮联赛过后哦,中超中甲中义都已经战棒,中国职业足球三大阶级的赛场,都进入了倒计时的阶段,随着中国足球的发展,越来越多世界顶级外援和世界名帅慕名而来, 特别是中超联赛,当然,除此之外,中甲联赛也有许多名帅和外援前往,不过中超过去23轮和中甲过去25轮比赛中,没有哪一支中超或者中甲球队是保持不败的,但是很意外,来自中移的一家球队却至今无人能战胜,而他的主帅并非什么名帅,而是土生土长的本土主教练, 这支在中国职业足球联赛中还保持不败战绩的球队,就是中义四川安纳普尔纳,在上轮四比零大胜南通之云后,球队好取了一波五连胜,同时25轮过后,一场败继未尝,这个也迄今为止,中国职业赛场唯一一支不败的球队,值得一提的,带队的土帅就是昔日贵州横峰冲超功臣主帅黎兵, 而有趣的是,如今的贵州横峰在解雇离兵后,已经锁定了中超将级,而此前贵州横峰还一度聘请世界名帅曼萨诺执教,但无济于事,这倒时打脸了贵州横峰,如今离兵在四川队,25场不败的同时,还打进了48球,这样的实力令人恐怖,尽管是中义,但也足于说明他的高执教水平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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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